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涛哥看电影 一部之遥,里面江文扮演的马走日 是黑道的,但实际它是接着让子弹飞 过来的这么一个角色 而向飞田扮演的是白道的 结果白道的最坏,影片中描写成不是人 我们在另外一期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 而马走日是黑道的 结果他最终扮演的是一个人性的概念 这人性的概念跟五六,这个红二代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影片当中后半段的主线 为什么说马走日是影片中的主角 但他颂扬的是人性的这一面呢 影片中是这么描绘的 那影片中是这么描绘的 他表现出来在马走日不愿意向蜿蜒去承诺矮度的时候 可是当死去的蜿蜒在舞台上受辱的时候 他却直接了当地站出来 他不愿意让他心目中的蜿蜒死去的蜿蜒在舞台上受辱 这是一个非常到位点题的地方 那与此同时呢 马走日跟五六之间的故事 他也同样表现出人性的一面 在这个整个邪恶的背景之下 在整个势力的环境之下 表现出他珍贵的一面 一步之遥 影片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的故事是说 这人性的两个人在私奔的过程中 最后失败了 这失败与成功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到底最终会失败 还是最终会胜利 其实在我看来 问题不大 而是影片里 他真正透显出 现今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 和未来的走向 一个不被允许讨论政治的姜文 在北京的黄尘根长大的他 与另外的一群北京人 在对人性充满了希望 充满希望的人物当中 底层的上存良知的老百姓 与上面最上层的红二代 有着一种非常奇妙的 充满谎言式的结合 那我们看看影片中 他到底怎么描绘的 电影的前半部分 很多朋友不太喜欢 特别跳舞那一段 但是呢 表现出这个 马走日差个性的一面 我个人认为是从这一段 这个也就是蜿蜒请他吃饭 蜿蜒要娶他 应该反着说蜿蜒要娶他 那蜿蜒他表现出来 我在另外一期节目当中讲了 他反映出现实社会当中 中共上层的一个代表式 吃喝嫖赌偷入坑蒙拐骗拿 他一层面是那样的层面 甚至我直接讲说 他影射的是今天的江泽民 第三任本该退休的总统 就不退休 跟黑白两道合在一起 又成为了总统 而又成为了总统本身来讲 他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 你注意到他买婚纱 看见喜欢的就买 看见喜欢的就买 但没有他的真爱 买一次婚纱 接一次婚 买一次婚纱 接一次婚 无论他跟多少人 有过这样皮肉之间的生意 但是他的真心不在哪 他的真情没找出 没有落出 所以他是实际蜿蜒的身上 影射出很多中国社会 不同人的面孔 而作为这个马走日 蜿蜒让他说矮度 就说要爱他 他就不说 对吧 整个这一段故事就不说 他表现出了 作为这个马走日来讲 民间有句话不太好听 但是呢 他反映出了 因为他是北京人拍的 所以北京人流传这么一句话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那江文的马走日 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不愿意对活着的人负责的人 不愿意对另外一个女人负责任的人 在现实在现实的生活中 在现实的生活中享受了荣华富贵 随便乱来 把餐厅都包了 就他们俩吃饭 就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在蜿蜒死了之后 在马走日 真的是贫于奔命保命的两年过程中 形成了马走日 或者说表现出马走日又负责的一面 对死去的蜿蜒 他有着负责的一面 影片在这一段出现了最大的转折 也就是当马走日跟向飞田见面的时候 马走日求谭老师找五六 要去帮忙救自己命的时候 结果看到了向飞田在捣血媒 所以最经典的地方就是 马走日没救自己 在自己危难当中寻找帮助的时候 却救了自己的朋友向飞田 黑道的救了白道的 那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 结果这一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什么对比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向飞田不是人 但他是白道的 后来升了官 马走日是黑道的 但他人性尚存 那这是非常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对比之下 透显出 马走日的人性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是江文真正想表达的 人性在民间 人性在老百姓中 人性在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当中 认为的低档的人 认为的坏人 他在抨击着这个社会的真实的一面 那人性中所表现出来的 有一个后面的看戏那一段 这是进入了下半场 在我认为是很精彩的另外一段 去找北京OPER 一个洋人 然后人强调 这里没有北京OPER 没有北京京剧 只有上海的 那人还在问 我要北京OPER 没有北京OPER 只有上海的 啥意思 他在影射着今天的中国社会 今天的中国社会 是上海帮吃天下 他整体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势力 在我的眼睛里 那演的什么节目呢 《枪毙马走日》 《枪毙马走日》 而节目当中 以其说枪毙马走日 却用着舞台的荒谬的 淫荡的手法 去斩杀完颜 这是影射了今天 中共体制之下 整个江家帮体制之下 中国社会的那种社会的价值 和官场的所作所为 淫荡 无耻 而被上海帮所掌控 所以这是江文一再讲说 我根本不参与政治 是因为我不允许我参与政治 但是呢 影片里是非常政治 那马走日 是外来的人 马走日不是上海人 马走日是上 让这个让子弹飞离 曾经是蔡厄将军的 手枪队的队长 外来的人进来 他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 所以活着的蜿蜒 他不愿意说 他爱他 不娶他 但死去的蜿蜒 因他受辱 马走日不干 这是人性的概念 这是人性的概念 所以整个这一段的场面 我们看到了 已经因为所谓的杀掉了蜿蜒 造成了向飞田 借助追杀 追找追杀 马走日的过程中 向飞田当了大官 而马走日呢 却贫于逃命 在逃命的两年期间里 当看到了这一个曲目的时候 他现身了 不干了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刻画出现今的中国社会的底层 具有抗争意义的人 内心中的人性的一面 也就是说 人性是希望 在姜文的笔触当中 同样是这样 而正是人性的层面 使得五六 与马走日之间 有了一种纽带的关系 而两个人的身份的差距非常大 对吧 在马走日 我们看到这一段 在马走日 不能接受蜿蜒受辱的情况下 被警察抓住了 然后演绎出 五六 要用活着的马走日 去演马走日 然后再枪毙马走日 那完成他的电影 本来是假的 但是假戏真做了 这一段就是假戏真做 那在马走日被弄成恶魔的样 引用了蝙蝠侠里面的内容 概念 非常夸张的 故意这么做的手法 那然后呢 出现了整个的场面 这个场面里面的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当马走日 在演这段戏的时候 演着演着就急了 急了 为什么他急了 这个蜿蜒不是他杀的 现在现场编造的一切都是假的 而这编造的一切的背后的势力是谁呢 向飞田 五七 是这些势力者 这些要达到自己目的的人 根本不管事实发生了什么 也不顾及真相 他们只想做他们自己想做的 表现出今天中共体制之下 现实社会环境当中 那些当大官的人的真实的一面 而马走日本身 具有人性的一面 他不能接受蜿蜒因他受辱 但蜿蜒已经死了 所以他江文里最要尽的地方 或者说最可贵的地方 就在这一点 一个男人 对一个不愿意负责的女人的死去之后 而又负责着 这是人性 而五六 他表现出是传统的红二代 他要揭示的是事情的真相 他不能接受一个男人去杀掉女人 所以他坚持让真 真马走日去演马走日 然后枪毙马走日 解他内心中的一个做人的道义 但是在过程中 事情改变了 舞台上的假变成了现实中的真 那五六内心中 对马走日有他个人的情感 当他意识到 马走日 是不愿意死去的蜿蜒受辱 而自己被抓 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男人真正可贵的地方 那是一个充满了 充满了金钱 充满了欲望的现实的上海滩 所没有的人的价值 所以这两个人现在的这一个幕 两个人对幕的场景 一个红二代 相信一个被抓的最底层的杀人犯 通过眼睛 眼睛才传递着彼此之间的信任 对吧 揭示出影片中的主线 所以这是在影片中 在我认为江文所希望表达出来 那在他的眼睛当中 一步之遥 今天差的就是这一点 而民间却有着基础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看不懂他潜在的语言 因为就是他用了开头的那句话 to be not to be 是就不是 是就是是 不是就不是 不是也是是 是也不是 他用了这么个说法 所以在舞台当中表现出来的 真的就是假的 假的又是真的 真的也是真的 假的也是假的 真真假假融在一起 在现实的中国社会当中 人们需要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 人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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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